至于男性的娱乐圈人士来看到的是一具天王木寸脱灾 他凭着外形跟精湛的演技维持高人气 最近他在日本公信榜当中还被票选为男性心目当中理想脸蛋的冠军宝座 那么仔细观察前五名几乎都是熟南门的天下 唯独亚军最为特别是由22岁的小鲜肉服侍苍泰 他是以清新的演技突破重围抢下了亚军 摔弃脸庞加上个性豪爽 43岁的木寸拓灾就会缔造新记录 夺下日本网站票选理想脸蛋的冠军 去年仅获得第三名的他 今年主演HERO电影版2 角色转换自如带动日本社会正义风气 大叔及男神影响力百分百 超高人气难以超越 在日剧夏婷火箭阿布宽间剧 坚强与柔软深邃五官充满男性魅力 也让独十一岁的他抢下第三名宝座 至于四五名由四十二岁的国际球星林沐一朗 以及三十三岁的男星相警理夺得 日本男星席卷粉丝只有这一位比较特别 我还能够回答 我还能够回答 二十二岁的小鲜肉服侍苍泰 义军突起走清新风格 在日剧谈起青春恋情 王子形象深得观众喜爱 也让他突破熟南重围 夺下亚军宝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